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了好吃的油条麻花 看一下,颜色漂亮,手法简单 首先盘中放入一斤普通面粉 加入5-6克的盐 一点点白糖,大约5克 不能吃糖的可以不放 一袋脆皮油条粉 混合均匀 接下来盘中打入一颗鸡蛋 放入半斤的凉薯 搅至均匀 用打好的蛋液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成这样的大面絮中 加入20克的食用油 这个油最好是味道小一点的玉米油 然后下手揉成团 接下来我们把面团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拧 注意要不要揉,揉面会起筋 就这样拧 来回拧 多拧上去下,然后再给它揣 叠加成团了,再重复这样的步骤 再拧 拧上去下再叠加 重复三次 看一下这面团的表面没有颗粒状了 特别光滑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压变 从一边给它卷制起来 卷成这样的桶状 放在保鲜袋或者保鲜膜中 给它裹上 这样够好的醒着 长温醒着两个小时 面垫上撒一些干粉 醒着好的面团给它倒扣在案板上 表面也撒一点干粉 用擀面杖直接擀开 擀成长条状 然后给它切成宽条 大约是两厘米的宽条 像我们平时切油条一样 取过一条生坯 然后我们横向给它对半切开 撑住两头 两只手轻轻地拉伸长 一边给它拧劲 像不同的方向 就像引抹花一样 给它上劲 上满劲以后给它对叠起来 再次上劲 就像搓抹花的方式一样 看看哪里粗 然后给它撑一撑 尾部转一转 给它掐断 一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起锅烧油 油温达到五六成热 也就是有这种气泡产生 然后给它下入生坯 看到生坯飘起的时候 我们给它翻动 来回给它翻动 全程开中火炸制 反复翻动 反复翻动生坯 打到金黄色 即可控油出锅 好吃的油条满花就出锅了 刚出锅表皮是酥酥脆脆的 内里绵软咸香 喜欢吃的家人们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 没有一点难度 散步 散步